做馒头最简单最快的方式 大家都想知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 欢迎您的观看 大家好我是老默 昨天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说 看到别人做馒头特别随意 揉好面之后呢 简单的一揪往锅里一放 然后蒸出来的馒头还特别松软 这个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馒头最简单最快的一个做法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 这还是有一定的技巧 才能把它做得更好 今天咱们准备的面粉 是中筋面粉500克 也就是一斤面粉 酵膜咱们放8克 因为现在的天气比较凉 发酵的速度慢 稍微多加一点 水咱们用的是温水 这里是270克 也就是稍微多加一点 让面稍微软一点 冬天的面呢稍微软一点 更好发 这里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 尤其是咱们新手 在和面的时候呢 还是要分次加水 如果一次性加进去 咱们揉面比较难揉 很粘手 所以说呢 咱们还是分次 这样和面更匀 做好的面团呢 它里面的疙瘩也会少一点 做出来的口感也会更好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说自己和面 加的也是这些水 为什么总是特别粘 感觉怎样揉 它都是粘的 其实呢 咱们只需要再多撒一点点干粉 然后再继续揉一下 就能把水分揉得很匀 还有就是和包子面 一般咱们一斤面加300克水 这个水量呢 很多人都感觉粘 其实只要你把面揉匀 水分揉匀 它不会粘手 面和好以后 要继续揉一下 把里面的干块 给它揉匀 不要让表面有干块 揉成咱们画面中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手工揉面呢 不会做到机器那样 这样就可以直接发酵 发酵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锅里面加入温水 放上去发 时间更快 用时更短 面团发好的状态呢 还是咱们之前说过的 手按下去 它能保持定型 而且呢 咱们轻按 它不会塌陷 这样的面呢 就发的刚刚好 咱们就可以来直接制作 朋友问 发面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其实发面 最主要的就是 温度合适 湿度合适 发面就快 温度低 发面就慢 所以咱们发面 不是看时间 要看它的发酵状态 这也包括咱们做好 馒头生坯以后的 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呢 它也没有一个时间界定 主要还是 温度合适 发酵速度就快 只要是面发好了 状态是OK的 咱们就可以来蒸 咱们馒头面揉好之后 搓成这样粗细均匀的条 直接下出来 就是馒头 咱们不需要再去揉制 但是前提 一定要把面揉好 揉得够紧实 这样做出来的馒头 才好 然后稍微把剂子整理一下 让它有一个形状 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 要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做开花馒头呢 有两种和面方式 第一种 是咱们直接 像和普通发面一样 加入适量的 无铝泡打粉 咱们就可以把馒头 蒸得开花 另外一个呢 咱们用老面制作 也是可以的 假如是普通发面 咱们做出来的开花馒头 就不会开花 咱们馒头整理好之后呢 就像这样 直接把它放进蒸笼 这时候 咱们要提前 把蒸锅里加上水 烧到35度到40度之间 不能太高 这样呢 能加速它的发酵 咱们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把馒头做出来 这里还有一点 要提醒大家 如果咱们的水温过高 馒头容易烫死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水温是关键 放进去发酵的时间 大概在10到15分钟 咱们就可以直接开大火来蒸 大火蒸制的时间 25分钟左右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度锅之前 可以稍微停顿一下 两三分钟后 咱们再起锅 这样咱们最简单 也最快的 做馒头的方式 就完成了 做出来的馒头呢 蓬松柔软 吃起来还不失筋道 大家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句 咱们学面食 学到的东西呢 一定要活学活用 不要太刻板去死板的 这些东西 这样呢 咱们才能把面食 做得更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别忘了帮忙点赞 加个关注 有任何想说的 想学的 都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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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视频